自願樓宇評審計劃 我的意思是 不是嚇嚇別人監獄你, 你才做的 你要對自己有要求 別嚇到別人強制你, 你才去做事 如果我不強制他換睡褲 他可以一直穿著, 整個月都不換 永遠沒有自願的 有, 你現在就在強制我自願吧 房協已經推行了一項自願樓宇評審計劃 加許妥善管理及維修的樓宇 經評審計劃認證的樓宇可獲屋與儲認可 在其相關的檢驗周期內 以符合強制驗樓計劃 以及強制驗槍計劃公用部分的要求 房協已經由2012年7月開始接受樓宇業主 申請參與這項評審計劃 即是說, 不能夠, 你一句話我檢查了 我上個月完成了 那就算你符合標準 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標準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槍計劃的目的 是希望從根源處理本港樓宇失收的問題 業主當然可以自願進行驗樓和驗槍 但如果想在樓宇需要驗樓、驗槍的周期內被豁免減重 那就必須按照強制驗樓、驗槍計劃的規定 以及程序進行了